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经常会有很多粉丝朋友问我 你们修理工自己的车平常都是怎样保安的 那今天我自己的车刚好到了保安里程数 所以今天就给朋友们看一下 我自己的车,车上这些一损件油水 都是什么时候更换的 还有咱们车上啊,这些一损件油水 什么时候不该更换,什么时候需要更换 都给朋友们讲一下 我自己呢,是一辆这种13款的1.03缸的奥拓 这个发动机非常省油啊 但是今天咱们不讲这个三缸机 我这个车定期保养5000公里一次 最多呢,也不会超过500公里 今天这一次保养呢,可能还超的多一点 超了700公里 我矿物油,半合成,全合成都加过 但是呢,我都是5000公里定期的保养一次 日系车的发动机啊 大家最好是不要超的公里入太多 偶尔超个几百公里都没问题 所以一定要定期的保养 对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先说说这个刹车油 我这个车现在是跑了 大概8年12万公里 这个刹车油呢 我在这个4年多的时候换过一次 当时换刹车片 看这个刹车油颜色非常的黑 所以我直接把刹车油给换了 到现在也没有再换过 那现在颜色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不打算换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厂家都是建议大家 两年4万公里换一次刹车油 其实两年4万公里的时候 这个刹车油 它的性能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啊 这个朋友们可以等到3年或者4年以后 再去考虑更换 都没有问题 没有专业的仪器设备呢 咱们主要看颜色 只要不是太黑都没有问题 我们再说一下防冻液 这个就是防冻液的备用水壶 也叫附水壶 很多朋友经常看这个防冻液 不知道这个液面到什么位置是正常的 这个备用水壶上都有刻线啊 上面有一个上线一个下线 只要这个防冻液 在两条线的中间位置都属于正常 我这个车的防冻液呢 大概就是7万公里的时候 4年的时候换过一次 所以今年呢也不打算换 很多厂家都是建议防冻液 也是两年4万公里换一次 其实呢 这个时候换也是很浪费的 大家可以到3年 或者4年以后再去更换 其实公里数不算太重要 像这种化学制品啊 年限非常重要 所以4年以后再去更换 都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朋友的车啊 可能跑个5年6年才去换 其实像大众系列 丰田系列这种防冻液原厂的 也是很耐用的 五六年换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开本田车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着 本田车的防冻液 现在都是长效防冻液 在这个基盖的位置都会有标识 10年20万公里以后再去更换 所以大家呢 不要两年或者4万公里啊 就被惠悠着换了防冻液 非常的浪费啊 本田是长效防冻液 其实几乎是可以不换的 10年20万公里 也是咱们家用车的一个使用周期 我们再看一下发动机外辅件的这个皮带 很多朋友也关心这个皮带什么时候换 那这个皮带是没有固定的公里数的啊 只要这个皮带的正面 带朝这个位置 没有裂纹 没有老化 而且咱们打车的时候 行驶的时候 没有异响 这个皮带是一直不用换的 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就可以 而且现在近几年的新车型呢 都是自动张紧器 这种车型的皮带是非常耐用的 可以跑个20多万公里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只要咱们保养的时候 每次检查一下就可以 那像发动机的正式皮带 只要不是大众车的 EA211这种长寿命的正式皮带 8万公里 10万公里的检查一次 如果有列纹呢 就把它给换掉 像这个大众车的啊 这种属于长效皮带 基本上都是15万到30万公里之间 检查一次就可以啊 主要没问题 咱们就不需要换 我这个车是一个手动挡的 像这种手动挡的变速箱油 非常非常的耐用啊 我这个现在跑了10万公里 我也没有换过 而且呢 我打算等到这个离合鸡片 更换的时候呢 把这个变速箱油 在一起给换掉 像这种手动挡的 朋友们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着这个 变速箱油的型号 千万不要搞错啊 很多 本来这个型号是低年度的 换了高年度的 到冬季的时候 这个非常 档位非常的不好挂 那都是因为变速箱油的问题啊 不换变速箱油 还没有关系 换完以后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都是年度没有选择对 其实这种手动挡的 跑个十几万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自动挡的变速箱油啊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啊 都有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放机油 顺便再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底盘下面的 这些易损件 都是什么时候更换 咱们在换机油的之前呢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机油尺啊 看一下我们的车辆烧不烧机油 像我这个呢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 在两个孔的中间位置 基本上是不烧机油的 所以这个保养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加什么样的机油 只要保证它是正品 定期的保养 这个发动机一般都不会烧机油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底盘下面 现在我们开始放机油 很多朋友纠结 这个机油是抽的干净呢 还是重力换油干净 其实这个主要看车型 像日系车啊 很多都是放油比较方便 那很多德系车 像奥迪啊 这种车型 放机油呢 非常的麻烦 需要用这个抽油机去抽 所以说呢 这个两样啊 咱们怎样方便怎样来 它对发动机最后的效果呢 影响都不大 最主要的还是咱们要定期保养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不要太纠结 很多朋友在这种 放完机油以后啊 还喜欢用气箱 往发动机里面吹一吹 感觉这样会非常的干净 其实很没有意思啊 这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只要咱们定期保养 比什么都重要 机油流到这个状态 就可以把螺权给拧上 不需要用吹枪去吹 没有意思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轮胎 我们的轮胎上面呢 都有这个磨损标识 大家看这个三角 它指向这个位置啊 就是一个最低的界线 一个台阶 我们的花纹 只要不和这个台阶平齐呢 这个轮胎呢 就没有问题 而且粘线呢 咱们主要看这个侧面啊 侧面没有这种裂纹啊 裂纹深度不大于一毫米 都是没有关系的 都可以正常使用 咱们再说说这个刹车片 刹车片呢 都有这种磨损标准 只要它磨损极限不超过三毫米 都没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个刹车片 这个呢 就是刹车片的磨损界面 现在它的磨损量呢 大概有两毫米的样子 这个情况呢 就需要更换了 所以说只要不低于三毫米 都没有问题 我们再说说这个下面的 球头减震 特别是减震器 朋友们一定要记着 我们的减震器 出现这种轻微的漏油 不用去管它 只要没有异响 这个整车的输出都没有影响 这个减震器是不需要更换的 像我这个车啊 新车的时候 减震器都有这种问题 现在12万了 依然是这种问题 而且呢 减震效果没有一点影响 所以这个减震器啊 完全不需要换 在机油选择方面啊 像这种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你不管是矿物油 半合成全合成 只要是正品的机油 什么机油都可以加 但是机油型号 一定要选择对啊 现在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日系品牌 原厂要求的都是 0W20的低年度机油 如果你使用了40的机油 这个因为40的机油年度大 运动阻力大 就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噪音大 油耗高 所以不要什么发动机 都用40的机油 而且现在很多 德系车 美系车 韩系车 都是用这种低年度的机油 如果大家觉得0W20的机油太贵了 你可以使用530的 但最好不要用40的机油 因为不是40的机油啊 不是什么发动机都适合 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记着 我们汽车上最重要的保养项目 就是换机油 像其他的油水 易损件 咱们只要定期检查 没有问题 都可以适当的延期更换 并不是说到了规定的公里数 你不去更换 它就会立马坏掉 我们的车子呢 没有这么脆弱 汽车呢 本来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负担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 关注加评论 谢谢大家 请关注小韩 再见